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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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几家民调公司是心甘情愿还是不心甘不情愿的 接受了民进党给他们的所谓他们已经赛选好的 被污染的母体 可是姚大哥不管他是情愿或是不情愿 他都已经把他自己的脸面公司的幸运 放在地上财财财 是 那现在是这样 我猜啦 一定是美国人的质疑 使得民进党有新的做法 民进党被质疑的是说 你们的民调 的时候 为什么不做互比式民调 他们 就没做 那美国人的意思是说 互比式民调才准 OK 那没有做嘛 那对比式民调好吧 那为什么不是真正提出来有可能的 独立党的候选人 人选 他说一个柯文哲 根本就是还是假设性 他会参选 另外一个韩国语 美国的情报是说 他到最后可能会输给郭台铭 那 你做出来这个民调 还有效吗 就是说你在初选里头 你用的这个民调 用一个 不是后来事实的民调 有人举证过 比如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可能最后还是 应该要重新再比一次 是 就是说你找了张三李氏来 结果王五 是要选了张三李氏那个民调 完全没道理的 还算数吗 对 对 那未来如果就是郭台铭 然后一对一的时候 怎么办 跟你的原来推测 推测完全就都不一样 是 民进党的人居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在选前 然后民进党的人回答最好笑的是这样 答案是什么 你知道 好像我们公布民调以后没有人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这样躲下去 那金德在选前就已经争执过了 对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他说没有人有意义 那这个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人有意义 其实最大的意义就是监督民进党初选小组里头公布那封信 怎么会没有意义 那还有就是那个陈水扁所讲的说我们怕事也不会相信 你这个民调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意义多的是民进党怎么可以这样子 呜着眼睛看不到 呜着耳朵听不见呢 然后嘴巴里头所讲的话 怎么可以讲出这些这么没有尝试的话呢 而且是在外国人面前丢脸 所以我们回来看这所有的问题 当然民调公司也出了问题 民调的可信度也出了问题 政党应该要有的这一个 integrity也出了问题 对不对 所有东西都出了问题 其实最初的问题是媒体出了问题 是 无线电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拼搏 有社会道德责任的负担 有社会道德责任也没有尽到责任 那更不要说有线电视系统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要谈到这个 无线电视的这一个历史 其实现在好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所以前一段时间有人上街去反这个红媒嘛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第一个反红媒上街的是现任的立委 也有执政党的秘书长啦 这个立委啦 通通都上台去抗议红媒 那请问现在是谁在执政啊 第一个 民进党在执政啊 民进党就修一个法把他干掉就是 结果反而是 NCC直接处罚 把他取消他的那个 学法力的人都知道 就好了 杨大哥 我们去NCC开过这么多次会 不是CNN哦 NCC开过这么多次会 他们根本没有武器可以去 就一个去烂爆 比如说之前是柯文哲 2018年市场选举的时候 他是这个用头版头条 用所有的电视节目去放送柯文哲 之后呢 是用这个所有的头版头条 就是一天24小时 不停的轰炸你这个韩国瑜 其实没有法条可以管 他要这样子一直repeat 事实上是这个媒体伦理的问题 所以你NCC有没有给他足够的武器说 这样的媒体让他下架 你要默缩他的执照 你要修法 就是要以营运不当 营运不当是一个 这种情况是营运不当 然后营运不当 一旦是架上去了以后 就可以取消频道 好还有红色媒体的问题 红色媒体的问题 所以目前的法律不够 那那个就是外国人代理 好 中国的这个代理人登记法要有 再来反胜透法要有 他叫反胜透法 反胜透法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就是说把他定性为是中国的代理人了 你一旦定性了 你就可以禁止他去 他就不是媒体 他就不是媒体 那就直接可以把 像这些他们反对的红媒 老实说都不是媒体 对 然后他不可以参加政府的投标案 你就不会再用政府的投标案去 养红媒 可是反胜透法在5月31号的时候 是国民两党联手挡下来的 然后说这个我们讲了多久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说 台湾应该要成立 选美国有几个法要 选美国要成立 第一个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中国的 中共代理人登记法 再来是 你要当中共代理人没有关系 登记之后 你就有很多身份是被排除 你不可以从事 因为这是国安的问题 那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你今天凭空叫NCC说 去压死NCC 你再换100个主委也没有用 因为他根本依法行政 他就没有那个法律授权 他怎么做这个事 如果他硬要真的 就把他没收了执照 行政诉讼他还打不赢的 反而你让这个红媒 这个旺中媒 还有很多话可以讲 他反而捡到枪了 所以玩假的 所以其实反红媒上街头 我觉得疲劳动员 他根本就是在刷这些 这个旺中媒体的卡 而且他要回避一件事情 对不对 非常明显 他要回避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要上街 我们应该是去 为香港变局上街 是啊 然后这中间 可以有一块就是 反红媒 这样 这样是不是比较稳 就是我们为香港上街 然后反红媒 合理 但是你的工具是什么 你应该要成立反渗透法 是啊 然后就是 你应该要说 那我们要做什么 而不是 反红媒 结束 没事 这样子 大家都去刷卡 那就是 那个是不是也反红媒 郭台铭 郭台铭 郭台铭反红媒 对啊 因为最近旺中在修理他 反红媒1 他可能不缓其他红媒2 3 所以这是红媒内斗了 我们待会可以谈整个民事的历史 有一段还跟郭台铭还对抢过 所以 这个上街反红媒 我认为其实 是 就是 言很大 可以啦 言太大了 就 可以啦 那 有没有再把这个香港这个议题 带开 我觉得香港议题 至少到6月28、29 这个 G20 G20 这个会议的时候 我想会有爆炸性的情况 我们 其实讲白了 应该是要求 蔡英文总统至少要 为香港这个议题 OK 反红媒也是其中一个 召开国安会议 反红媒不反共也很奇怪 就是 所以我才说嘛 现在反红媒的这个运动 反的有点 好像 嘟嘟啊好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反红媒 反到最后 如果连郭台铭也蛮赞成你 反红媒的话 你就要小心 你的反红媒有什么问题 香港这个问题 其实比较大 那我们要提出来 我还是一再在这个节目说过 真正的那台派 赶快通过那民法 跟两岸关系条例 十七条修正 这两个法律 赶快通过 然后港澳条例里头 有一些对于 现在港澳的学生 如何保护他们的法律 也就才能够有力道 才能够实现 那这个 其实才是重点 如果任何一个运动 这个啊这个 然后到最后 连难民法 赶快通过这几个字 都不敢讲 那这在反什么 就是反一张嘴皮子而已 就是只是 蜡在嘴巴上 蜡在嘴巴上 就都只凭一张嘴 说说而已 都不做 那这个是民进党 现在的本事 我不希望其他政党 也都去学民进党这种 光用一张嘴的这种本事 感谢Apollo Fiber Insight 独家赞助 有没有一种产品 能够彻底进化除菌 消除脑人的异味 并且方便攜带 让您走到哪里 干 净 到哪里 当然有 就是我 我是干妈妈 您从未见过的好帮手 这位年轻妈妈的最大困扰 并不是剪不完的玩具 和四处散落的衣物 而是如何 不让隐藏在各处的细菌 危害家人的健康 此时就该我上场了 我拥有不怕潮湿的专利发热技术 能维持60度C以上 有效杀菌温度 而且少量衣物 不需要大费周章的使用烘衣机 还能环保 节能 爱地球